大家好,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护肤空瓶 这次呢是这个下半年以来所有用完的护肤的产品全部呢都在这里 那首先呢就从洁面开始 下半年我用掉的两罐洁面 一个呢就是我一直在用的这个Fleafonster这款 这款就不多说了,因为我每次都会提到它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早上会用的这款Fresh的Soil Face Cleanser 这个呢是Sephora经常就会送的这个产品 但是这款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这款的感觉呢就是总有种洗不干净的那个感觉 它味道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清洁力比较弱 所以喜欢用来作为成间的解面 晚上的话用这款我不是很放心 接下来呢就是说一些卸妆产品 那用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Nutrogena的这款 这款也是我基本上每次空瓶都会提到的 性价比比较高 然后卸妆也是卸眼睛也是卸得非常干净的一款 所以这个我还是会持续回购 特别是如果Shoppers就是有那种可以换积分的话 为了凑那个价格呢我是基本上都会是去买这个 那最近呢又发掘了另外一款我觉得也不错的一个眼部卸妆 就是这个卡尼尔的这款 它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它水油分离的非常快 你基本上用完卸完一个眼睛它已经分层了 然后你就需要再摇一摇再去产品 但是这点呢还是不影响就是它性价比非常高 它其实好像价格比路德卿还要再低一点 所以现在我也有在用这款就是换着用一下 这两个基本上是在这边药妆店里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两个卸眼部的产品 卸脸部的产品 首先说一个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款 是这个品牌的一个卸妆油 那这个是在Sephora一开始有听说过很多的好评 所以我也就去跟风入了一款 这个卸妆油我觉得它感觉不是特别的舒服 有点略油 总感觉脸上还会流些油腻 不是那种洗的特别特别干净的那种 在脸部感觉非常好的卸妆产品 那相比这个呢我最更加爱这一款 这一个呢是倩碧的卸妆膏 这个首先这个量非常的大 然后它很耐用 那卸妆膏呢至今为主用过 就是日本的NASURY的卸妆膏 然后巴尼兰的那款卸妆膏 那它们各有好处 其实这三款我都喜欢 就是日本的那款感觉比较清爽 然后味道很好闻 韩国的那个呢感觉质地比这个要稍微软一点 然后我每次用量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就要说到这个的优点就是它高体比较实 然后我感觉每次用量不需要很多乳化一下 然后清洁的还挺彻底的 它的感觉会比那前面的那两款要略油一点点 但是它的油呢很容易就能洗掉 感觉还是非常清爽的 我很喜欢这款 然后这个用了挺久的 所以性价比来说这个完胜 接下来呢就是喷雾产品 一直在回购 它价格大 这一个就是它平时那个最大的那个size的200毫升 这个呢是在之前一个粉色的套装里面的 它家的喷雾还是用起来就是非常舒服 喷雾很细很绵很舒服的 用完了以后呢就是化妆水 那用完的一个这个补水的化妆水呢 就是兰蔻的这个粉水 也是常年回购的一个产品 兰蔻粉水是那种比较略稠的褶离质地的 但是有的时候在皮肤非常干的时候 我用它会觉得有一点点刺痛 但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多 有比较基础的一个保湿款 然后呢是这一套冰的这个健康水 它这个呢我就是用来在长痘痘的时候 就是会喜欢用它来湿敷 来镇定皮肤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都是用来泡那个化妆棉 或者是泡那个纸膜来湿敷用完的 还是挺喜欢 虽然它有那种肥皂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它镇定皮肤的效果还挺不错的 接下来呢就是两个保湿类的产品 一个呢就是亚世南带的小棕瓶 也是持续不断在用的一个维稳的效果真的很好 就是在我觉得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用回它的话 我的皮肤都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其实那个痘印感觉有在淡化 感觉那个效果甚至都就是比一些美白的精华的话 效果要更加好一点 至少就是用它的话下巴那块状态会很稳定 然后痘印就渐渐的在消淡 接下来一个呢就是一个油类的 这个是Sunday Rayleigh的这个小的一个油 这个油呢它是蓝色的 这个我在就是天非常非常干的时候我喜欢用它 涂好以后感觉晚上很油 但是第二天那个脸部的状态就非常的好 接下来呢说一个眼霜 这个是Shiseido的那个眼霜 这个眼霜在我买之前就有人在微博上提醒我 说它非常油 就是用太多眼部会长脂肪力 但是我用了以后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我 我从来都没有长过脂肪力 然后就是用它的时候 每天上妆就是下遮瑕从来都不太会卡纹 然后我觉得眼下遮瑕的情况很不错 但是用完它用别的以后 就觉得最近的眼下遮瑕经常会还是容易就是会卡纹 我很喜欢这款应该会去回购这个 接下来是一个面膜的产品 这个呢就是Origins的这个黑色款的这个面膜 黑泥面膜 那这个我这个我陆陆续续用了很久了 我不太因为我皮肤比较干也比较感觉比较敏感 不是很适合经常做那种强烈的深层清洁的那种面膜 所以这个我用的频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感觉这一款呢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强效的 让至少你用完以后皮肤不会觉得很干或者有刺痛的感觉 接下来呢分享三个防晒的产品 一个呢就是这款之前在微博上非常红的这个 就是盖子这边它会变紫色的 这款我其实还挺喜欢的 它就是那种质地非常的清爽 它的那个防晒效果不是特别强 实用感非常好 然后呢是这个Shiseido的这一个 这款它是那种乳液状 虽然不是那种涂改液状 但它还是有一点略白 比较难推开 上效果会有点略油油的 然后一点点闷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Sophina的这个 这款我很喜欢 这款它质地呢就比刚刚去Shiseido这个要轻薄一些 然后非常好推开 在脸上也不会留下很明显的那种白色 我很喜欢应该会再回购的 然后说一个乳霜类的产品 我呢我用完了这个Fresh的面霜 那这个呢质地比较的轻薄 比较适合天热的时候用 滋润度不是作为晚霜不是很够 所以在天热的时候作为日霜还是挺舒服的 最后呢说三个清洁小工具 那这两个呢就是洗刷灶 然后先说这一个吧 之前好像有提过这个就是那个大创的洗海绵的专用洗涤剂 这个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用来洗海绵的 而且我就是海绵基本上每天都要洗 它是清洁力最强 然后洗的也最干净的一个 然后呢接下来两个就是洗刷灶 先说一下这个Sephora的洗刷灶吧 这款呢只要这款非常的性价比很高 只要十块钱 然后它里面还会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的清洁的垫子 就是你比较小的刷子的话在这上面清洁会帮助让那个刷子洗得更干净 然后它的这个清洁力度也很不错 最后一个就是Beauty Blender的这个洗刷灶 那Beauty Blender新款的呢里面也会附送那个洗刷的垫子 那这个也是不用多说清洁力度非常的棒 甚至用来清洁海绵也是洗得很干净 那我觉得我下半年以来呢 那个下巴上长度的情况比之前好了很多 然后皮肤状态也一直都还比较稳定 所以我这些产品大部分还是比较喜欢的 也应该还会继续回购 那作为干皮的你们都喜欢哪些产品 也欢迎你们再跟我分享哦 那么我们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